大联盟旅美球星王维忠 曾仁和以及宋文华 这一天现身台中市政府与小稻奇幼儿棒球队相见欢 台湾市长卢秀燕现场也当其主持人跟球星小球员们来对话 小球员们的同言同语让现场是笑声不断 卢市长也表示感谢三位球星到场勉励为基层棒球扎根 市府也将努力强化台中的棒球环境 让国球发扬光大 台中市长卢秀燕与三位大联盟旅美球星王维忠 曾仁和以及宋文华献身 让小小球员们好兴奋 而在市府的邀约下与小稻奇幼儿棒球队相见欢 卢市长更身兼主持人与球星小球员们互动 这个都是台湾的骄傲 包括我们王维忠 曾仁和 宋文华等等 特别到我们台中市来 一方面来给我们指导 二方面来给我们小朋友们给他们鼓励 希望透过他们的现身说法 希望透过他们的鼓励 让大家让我们台中市的棒球运动风气更胜 今天来的球星他们都是在美国大联盟 都在美国还在努力中 那对小朋友来讲我觉得他们 因为他们都很喜欢棒球 也都有在关心棒球 甚至有些人他们的目标就是 未来就是要当职棒选手 那所以就是可以跟职业球星来做正面的接触 然后对他们来讲 我觉得都是有比较正面的鼓励 小球员们对于身高180以上的三位球星 有着诸多的疑问 而三位球星也展现绝佳亲和力 以孩子们的角度回应 同言同语的对话 连市场都难以周假 现场秀身不断 而三位球星更分享他们对棒球的努力 并给予他们勉励 长大的时候也可以像小孩子一样 就是天真天真的 就是不要因为年纪越大 然后会开始变得不一样 就希望他们保持一样的新一群 去面对棒球 然后对棒球的热情也都不要减少 我觉得他们在球场上的话 应该会蛮开心的 因为他们在球场一定会很活泼 就是把自己的精力就发泄出来 所以也希望他们就是 打球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受伤 难得与旅美球星面对面 小球员们是十分的确决 三名球星可说是最佳楷模 也希望借由他们的勉励 引领小小棒球员朝梦想前进 记住连将话台中才放不到